我想這個事情應該隨著時間 隨著登記 領表 慢慢會逐步的來浮現出來 慢慢浮現的解答 有沒有藍營最強棒 韓國瑜的名 隨著黨主席吳敦毅比比勾勒 越來越清晰 再抛出創新見解 徵召韓國瑜領表登記 讓他強制加入戰局 如果國民黨 需要用徵召的方式 而不是讓他自己來領表 就是徵召他來領表 來登記 那麼也算是徵召 那麼假設他能夠當選 中華民國總統 那他造福的民眾 不只是2300萬人 拱韓再進一步 更露骨企圖突破 藍營深陷 徵召與初選的囚犯困境 借以回應應應期盼的民意 但不少基層卻認為 既然要拱韓就得一次到位 能夠造出所有藍軍 最大熱情的人 無疑就是韓國瑜 所以我希望黨中央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明快 然後而且已經沒有辦法再等 這個萬分之一的 他的分子 事實上是逐漸在提高中 所以未來有沒有可能 從萬分之一變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那麼或者是會變得百分之百 這個我覺得都是有可能的 你一開始就做一個對比式民調 對比式民調把不管你想要出來 我不想出來的我全部把他列進去 列進去之後呢 對比式民調最高的那個人 就理所當然的 振到他 2020總統大選逐漸成型的強強對決 也讓綠營不息賭上分裂 使出殺手劍 藍營已無派出惡權的空間 進入某商 張宇軒談報道